在上一次我买了我的第一把客制化机械键盘之后 我说过 我可能不可避免的会再买一把 就在这里 它的包装非常特别 是一个小的手提箱的形状 它整个箱子真的很重 快赶上那种小狐狸了 是不是 这种箱子一般看起来就像里面会放满钞票 或者放满金条 但它里面放的是一把机械键盘 它的名字叫做Cyberboard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但是你们一定听过另外一个东西 它叫做Cybertruck 没错 就是特斯拉马上要推出的一个小皮卡 这把键盘就是根据Cybertruck的概念 受到了启发 做出来类似形状的一把键盘 外形还蛮特别的 让我们打开看看吧 箱子打开之后 一共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键盘本体 还有一个就是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真的是太重要的 上次因为没有说明书 我吃了大苦头 这个也是需要自己组装 插轴和插件帽的 不过它螺丝什么都给我拧好了 算半成品吧 我买的这把颜色是淡粉色的 应该是75%配列 非常的重油 五金 里面这个圆圆的东西 是它的无线充电 这个应该是配合 它们露喵之后会出的一个 可以无线充电的桌垫配合使用的 但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所以目前还没有太大的用处 这块地方就是它最cyber的地方 这一圈是一个LED的屏幕 上面有5x40个小的LED灯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把它组装出来 上次我是从零开始装 这次我要从一开始拆 然后再装 这里有一个我上次装卫星轴 留下来的历史经验教训 就是涂这个润滑纸的时候啊 就不要涂太多 不然会特别的黏 嗯 是好装的 哦 好了 哦 亮了 哇 是不是不一样啊 哇 这灯亮起来是糖果色的耶 而且都不一样 啊 好可爱啊 你看是5x40个LED 天哪 好fancy 肩帽我没有选择它官网上配好的那个配色 我是自己又去Z Frontier上面去找了一套过来 它是来自Infinity的阿玛尔菲海岸 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配色的 阿玛尔菲海岸是意大利南部的一段海岸线 特别的美 但是我还没有去过 基础的套装大概是这样子 上面没有特别的图案 主要是蓝色和白色 还有一些点缀的部分是橙红色 哎呀 一下就戳中了 最后就是这把Cyberboard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这块LED的屏幕 它可以自定义 当然你也可以从它的网站上面去下载一些别人做好的素材 然后通过它专门的软件去把它导到键盘里面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比如这样 如果你也购买了这把键盘 现在就可以在它的网站上面找到这个名叫一键三连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的灯效 因为它是我刚刚上传的 它这个在线编辑器其实还蛮原始的 它一共可以做60帧动画 不过我用起来发现它很多功能都没有 没有橡皮擦 也不能实时保存 也不能选取 反正就是你必须得一格一格手动慢慢画了 但好在工作量整体也不算很大 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 我想做一个马里奥里面绿色龟壳 在水管附近来回弹的一个小动画 好了我做完了 现在把它放进来看一看 加载 哦规格在动了 哎效果还不错哎 比我想象的要好 本来电脑上看着还觉得挺慢的 实际上放过来感觉速度刚刚好 这个颜色和电脑上的视图比起来还是稍微有一些色差的 这个可能会更深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太重要 主要是他们这个在线的编辑工具啊 真的要赶紧好好优化一下 有一个上一帧删除的那个功能 我昨天看的时候还没有 应该是今天才刚刚上线的 好最后总结一下 这把Cyberboard粉色套件 不包含轴 不包含件帽 不包含线 它本身是3600块 卫星轴花了88 轴花了329 这套阿尔玛菲海岸剑帽的base kit 本身是159加币 加上运费要63加币 一共是1152人民币 关税159块钱 除此之外我还买了剑帽的扩展包 470块 所以一共再洗花了5798块钱 冷静啊冷静 6000块这个价格在机械键盘里面也算是比较贵的 这个6000块钱摆在这里 我实在不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 推荐大家购买 我觉得就谈不上 这把键盘就是属于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吧 相应的它的做工就非常的好 包括按键的手感和这个声音 我都非常非常满意 光是这个配色就已经远远超过上一把了 应该不需要第三把了吧